高筋面粉和低筋面粉混合倒入面筒中 再加入奶粉 白糖 先搅拌均匀 再加入酵母 打入一个鸡蛋 再加入清水 面粉的吸水性不同 液体预料10克左右 后面酌清增碱 然后掀开低速揉面 看不见干粉的时候再长高速 揉至面团光滑的程度 停下机器检查面团 能拉出有韧性的厚膜就可以 再加入提前软化好的黄油 盐 先低速再转高速 揉至面团完全把黄油吸收了 面团变得光滑 停下来再检查面团 能拉出薄而不易破的膜就可以 把揉好的面团折叠出一个光面来 放在盆中 进行一次醒发 温度不要超过25度 湿度保持在75%左右 大约醒发45分钟左右 手指粘面粉 按压面团 按下的面团 油缓慢的回弹就可以 把面团倒在面板上面 进行分割 分割成均匀的9等份 或者12等份 再把每个面团滚圆 密封醒发20分钟左右 取第一个醒发好的面团 用擀面杖轻轻擀成中间烧厚 边缘稍薄的饼皮 准备提前做好的馅料 我这个是芋泥馅料 也可以换成其他的馅料 比如豆沙馅料 包入适量的芋泥馅料 像包包子一样封好接口 其余的全部做好 放在铺有油脂的烤盘里面 放在温度35度 湿度75%的环境里去发酵 发酵好的面团 用手指轻轻按压 能够缓慢的回弹 就表面是发酵好了 发酵好之后 在表面刷一层薄薄的蛋液 撒适量的白芝麻 烤箱提前预热15分钟左右 上火1900 下火200 烤大约25分钟左右 表面上色均匀 就差不多烤好了 烤好之后 放在烤箱上晾凉 个人特别喜欢这样的小餐包 面包体松软拉丝 馅料细腻香甜 尤其是加了这样的芋泥馅料 一口气可以吃下三个 早餐吃的时候 再烤箱覆烤5分钟左右 或是微波炉里盯几分钟 口感跟出炉的时候一样 松软好吃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